那应该是禁书吧 魏英觉得好笑 说 叔父要是知道 你偷偷下去 看过关于我的禁书 又要气得胡子满天飞了 蓝湛却摇头 说 不会 为什么 这几年 叔父看着你长大 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 那么容不下你 蓝湛认真解释 即使是之前 他也不是真的认为 你无可救药 哦 魏英一边点头一边敲门 咦 原本紧闭的木门 从里侧被开了一条缝 露出一双苍老呆滞的眼睛 婆婆 我们有些渴了 让我们进去喝口水吧 没有水 走吧 老妇人摇摇头 就要关门 魏英一脚踏进去 卡在门缝里 婆婆 求你了 就让我们进去吧 老妇人见她如此 也不阻拦 松了手往屋里去 他们也跟着进屋了 屋内昏暗 空气污浊 像是很久没有人住了 魏英下意识地贴近蓝湛 好像不对劲 小心 老妇人进了房间 屋里没点灯 她对着窗户露出的那点微光 正在缝补衣服 魏英趴在门口悄悄看了一会儿 见她穿了好久都没把线穿进针孔 就走了进去 婆婆 我帮你吧 说完就替她把线从针孔里穿了过去 蓝湛站在门口 静静地看着她 老妇人接过穿好孔的针线 继续缝补衣服 魏英走出房间 轻轻把房门掩上 蓝湛 她有呼吸 但是肢体僵硬 活尸 你也猜出来了 而且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 她脖子上有黑色的纹路 像是怨气造成的 鹰虎服 门外忽然响起了拍打屋门的声音 她俩透过破旧的窗户去看 不知何时 屋外已经围了大批走尸 这动静 像是有人故意把他们引到这里来的 魏英看向她 从怀里掏出了一堆符纸 万事小心 蓝湛拔出了碧尘 你掩护我 放心吧 魏英笑了笑 一脚踢开了大门 同时丢出了十几张焚火符 冲在前面的走尸 瞬间被烈火焚为灰烬 但后面的走尸 却不知道疼 也不知道害怕 依旧朝二人冲过来 蓝色的剑芒闪过 蓝湛连挥几下碧尘 逼退了一些走尸 但他们很快又围了上来 魏英一直在扔符纸 焚火符用完了 就用泰山压顶符 把走尸们压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 又用高飞符 直接把他们送到了十里之外 还用照水符 水柱把走尸们冲退了几十米 期间蓝湛一直护在他左右 碧尘围在他们周围 蓝色的剑芒一直亮着 可是人会累 走尸却不会累 一个时辰后 魏英的符纸用完了 拔出了字意 蓝湛虽然气息未乱 但魏英知道 再硬耗下去 他的灵力也会枯竭 等到那时 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 和走尸们肉搏了 蓝湛 能飞吗 我们上屋顶 蓝湛没有回答 直接拉着他飞向屋顶 同时平住呼吸 拿出一方丝帕 先替魏英掩住口鼻 然后才拿出另一方丝帕 替自己掩住口鼻 上方的雾气 比下方的雾气 毒气更重 远处忽然响起了凄厉的笛声 底下的走尸们 开始疯狂地往屋顶爬 蓝湛 魏英吃了一惊 喊道 他们要上来了 蓝湛神色严肃 紧握住碧尘 别怕 我不怕 但是 魏英边说边从乾坤袋里拿出了陈情 我想试试这个 蓝湛神色一鸣 没有回答 用陈情 也许我可以驱使他们 魏英央求道 蓝湛 没有别的办法了 让我试一试 蓝湛转头 不看他 魏英知道他这是默许了 这才举起陈情放到唇边 吹奏起来 比远处若隐若现 更凄厉的笛声从屋顶传播开来 底下的走尸忽然停了动作 静止不动 魏英一喜 接着吹下去 蓝湛看着底下的走尸 神色冷凝 没有似乎放松 果然 远处的笛声忽然变急促了 底下的走尸重新动起来 而且变得更凶 魏英一着急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吹起了召唤凶尸的乐曲 魏英 蓝湛滴喝一声 抓住他的胳膊 暂停了笛声 有什么东西忽然出现了 一只彪悍无比的凶尸 飞到走尸群里 拳打脚踢的 瞬间把走尸们打倒了一大片 这也太厉害了吧 魏英惊了 望着底下那具凶尸回忆起来 蓝湛 这是鬼将军 嗯 真的是他呀 我还以为他被错骨扬灰了呢 魏英喜道 这下我们有救了 未必 蓝湛脸上没有半分欣喜之色 因为对方也召来了一具凶尸 来与鬼将军相斗 魏英哑口无言 走 蓝湛拉着他跳上壁尘 遇见想要飞出城 可是这迷雾成了无形的网 笼住了城中一切活物 壁尘无论如何都飞不出城门 蓝湛无法 看到一处僻静荒拜的院子 那里雾气很少 也没有走湿 于是就落在了那里 这是哪 李 魏英回过神来 看到几口棺材 住了嘴 一桩 院中停放着一口上好的棺材 颜色鲜亮与周围破败的景象 格格不入 他们慢慢靠近这口棺材 蓝湛 你猜这里面躺着谁 蓝湛臂力极大 很轻松地推开了棺材盖 棺材里面躺着的不是凶尸 也不是骸骨 而是一个双眼蒙着白布的白衣男子 看他的衣着 生前也是个修为极高的仙君 魏英一愣 这是谁 蓝湛仔细看了几眼 答道 小星辰 魏英觉得 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字 是你的小师叔 蓝湛提醒他 我们先前遇到的花妖等的那个人 就是他 哦 我想起来了 魏英恍然大悟 可是他 怎么会死在这里 不知 蓝湛轻叹一声 他虽未曾与小星辰谋过面 却也听过不少他的传说 说起来 他俩的形式风格还是很像的 锄强扶弱 打抱不平 都是狭义之人 魏英又问 是因为他瞎了 遭人暗算吗 他想起当日对那个半妖半鬼的女子的安慰 长叹一口气 本以为好人会有好报 没想到他还是死了 小星辰的诗身经年不服 是因为棺材底下画了巨大的浮阵 源源不断地为他输送灵气 魏英凑近了 正想细看 忽然扫过一道黑色的剑光 幸好蓝湛及时替他挡了回去 一个黑衣少年忽然出现 明晃晃地举着剑对着魏英 笑着警告他离他远一点 蓝湛把魏英护在身后 怒视对方 薛承美 哟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韩光君居然知道我 我还真是三生有幸呢 魏英问 薛承美是谁 薛扬 他图了尝试满门 看来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魏英就问薛扬 你在这里做什么 不做什么 看你们在城里兜圈子 最后都到了这里 觉得好玩罢了 那些走失是你驱使的 魏英能感觉到对方身上源源不断的怨气 那不该是一个活人该有的 他身上应该有鹰虎符 鹰虎符是你复原的 薛扬符长大笑 不错嘛 伊林老祖重生了 还是很厉害的 一猜就对 你认识我 当然 鹰虎符不就是你造出来的吗 我这些雕虫小技都是从你身上学来的 薛扬一直笑着 看上去就像一个人畜无害的少年 可他的配件降灾却始终对准魏英的喉咙 这正是你画的 你为什么要护着我师叔的诗神 关你什么事 薛扬说 不过 你还是可以帮我一个小忙的 蓝湛冷着脸说 不必 韩光君 我又没问你 你这什么急 薛扬说 魏无限 你能帮我复活他吗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